Oh, in this growing darkness, I can't see you 英豪為了自由還有投票權 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家庭還有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很震撼也很偉大 那在明年的1月8號要正式上映 剛好在我們的選舉以前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女權之聲,那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的好看許多 因為我本來以為它應該是一部轟轟烈烈或是 因為每次我們講到女權運動的時候 就會有好多的爭執 或者好多的對與錯的問題跑出來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的著眼點非常好 它很深刻的描述女性,描述她們的情感 描述她們在這個社會堅韌跟那個很勇敢的靈魂 然後為了為了她們的權益不惜一切的去爭取 身為現在這個時代的女性 我覺得我們要很感激 謝謝前面的這些人的奮鬥 讓我們現在有更加平等的時代 讓我們能夠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東西 那我非常推薦 我覺得很溫暖 然後也很振奮人性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